当鸭狗在那里 习近平的狗狗在那里 看着这些什么结果 但 但 它们都变化了 大家好 本来一个早就安排的习近平国事访问俄罗斯 参加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会议 现在由于中美贸易战正在进行 所以人们赋予了它特别的想象 所谓的联俄制美或者是联俄反美 这种说法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出现在海外的各种评论中间 但是如果你了解一些世界今天的状况 你就很清楚 其实普京他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总统 以他现在国家的状况 他并不愿意和欧洲和美国真实的对立起来 更不可能和中国站在一起 建立所谓的联终抗美 在这样一个三交关系中间 对于他更有利的位置是 既要另跟中国的关系 增加他和美国交手 欧洲交手的分量 同时他又不能跟欧美完全撕破脸皮 而是要另跟欧美关系的改善 来增加中国想拉拦他的成本 这种观点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以来 这是我一时所强调的 所以大家不要被表象或者是一时的新闻 面积的报道所弥合 事实上 川普总统能够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和俄罗斯关系的改善 或者说是内通他和普京的电话 所以当中美贸易战发生的时候 有人就问过普京你的看法 他当时就说了 这是他们两个国家的事情 这种说法站在俄罗斯国家来讲 利益来讲是正确的 是安全的 是最能够得利的 他当时讲 我们完全不要参与这个事情 就看到他们去打好了 在星期五的 在圣彼得堡的这个论堂上 也有人问到了普京总统这个问题 普京总统说 有人问到他中美贸易战 俄罗斯是占了什么立场 支持谁 这个普京总统就引领了一句中国的谚语 或者是成语 或者是典故 就说 聪明的猴子就是做三观虎斗 让他们去斗 斗出一个结果出来 我们再来说 这个说法非常的坦率 真诚 因为这是最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俄罗斯就是应该这样一个选择 而在那个会上 习近平主席也是讲了一些不错的话 即当他讲到全球化的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说你不能因为 你的皮衣服上面出现了柿子 然后你把皮带衣也放在口箱 去把它毁掉 这句话说的蛮有道理 比他平时讲的那些 引领的那些灰色的典故 或者毛色的语言实在好太多 而且在这个会上 习近平讲到全球化 他说全球化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虽然现在出现了问题 也只是这个过程中间的浪化而已 我同意这种看法 但是我只是想问一下习近平主席 既然你是如此地引爆世界文明的潮流 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堵起了一刀防火墙呢 是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文明的基本的共识 信息的自由的流动 这些东西都是全球化的基础 恰恰是中国在全世界建立了自己一个局务 完全把自己跟世界文明隔建而开来 不过有趣的是 习近平在这个会上还讲到了 他使川普为好朋友 而且他讲到 中美是难以脱高的 因为你真有我 我真有你 这也是很真实的 也是很诚实的 但是习近平这些讲话 和现在中国大陆那种疯狂的 神经错乱式的 反美的宣传 好像合不上配啊 但是他和星期五 今天大新闻所提供的一个 大家平时可能很难想象和理解的 发生在今年四月份 北京的一场精心动牌的政治局常委会 这个信息 我不能打包票说一定是准确的 因为这样的消息 我们确确实实很难按照专业的标准 做出多成的求证 但是这种说法 确实符合后来为什么出现莫名其妙的 刘鹤副总理和美国的贸易代表和财长 他内反一个小时的谈话 出现后来所谓的红海洋式的三届中美贸易 谈判过程中间已经达成的很多共识了 也符合后来中国政治局的发展 作为一个节目 一个讨论时事的节目 我们不是迎合观众的喜好或者是定见 而是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新型的信息 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观察 也许中国的政治的发展 我们有时候会被表象所缅糊 而这个表象所形成的逻辑性的推理 或者这样一种定念 使我们比较不容易从另外一些角度看问题 中美贸易战这一场 在俄罗斯它可以做逼上官 它可以做聪明的猴子 但是很多国家感觉到它做不了 就像大家讲到 贸易战的结果 使全球产业力来重新调整 而原来一些亚洲国家 就会从中得到利益 比如说台湾 比如说越南这些国家 但是事实上 越南的一位部级官员 好像是他们的经济部还是什么部的一个副部长 他的讲话 在今天的明镜火拍节目里面进行了报道 是明镜快点还是中国形容 好像是明镜快点 今天晚上七点钟播出来的 那么在他看起来 虽然中美贸易战从短期来讲 有一些产业转移到了越南 好像越南短期得到了好处 但是从长期来讲 中美贸易战破坏的是全球的经济的秩序 破坏的是全球的商业的生态 那样一种状况之下 全球的经济都会遭殃 那越南在其中也会受到伤害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越南也是希望贸易战 找一些接触 对越南的经济 才有好处 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当然 这也是点点今天事 我讲讲到过无数次 那并不是因为我有远见 而是我认为 越南官员有这个远见 可以赞扬他 而我讲 那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所捕捉到的信息 我们所交谈的人 要比一个越南的官员可能要多一些 而且在这样一场贸易战中间 有一些国家 完全是变成了一个无辜者 比如说加拿大 加拿大在跟中国的关系中间 是在西方国家比较早地建立了关系 尤其是跟美国还没有建交的时候 加拿大扮演了中国和美国很重要的缓程角色 那个时候的中国驻乌达瓦大使馆 就类似于监管了跟美国的很多事务 加拿大人口也不多 几千万人 三千万人 是一个长期来讲 是一个和平友善的国家 而且是一个移民国家 接受了来自香港 台湾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接受了很多中国来的移民 甚至中国来的移民 在这个国家 在西方移民国家里面 可能是感觉到最不被歧视的国家 有一些新的移民 很快就成为了 这个国会议员 或者是地方的官员 但是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 由于孟晚舟的事件 中国完全不顾 加拿大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国家 是一个多权分立的国家 居然来报复起加拿大的农民停止 或者是减少了对加拿大农产品的进口 而且不可思议的 而且不可思议的 把两位加拿大人作为间谍给抓起来 这样一种粗暴的愚蠢的方式 使加拿大人对中国真的是 感觉到不仅是恐惧 而且是不可思议 但是这一种行为 是任正非为了救他的女儿 孟晚舟所要求中国政府做的 还是中国政府里面的一些 要么就是愚蠢的官员 要么就是急于想表现的官员 要么就是试图想把事情闹大 让中共某一些人说不了差 或者是现华为为不义 哪一种情况 我们都没有完全的证据 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这未必一定是任正非本人的意愿 因为华为最开始发表的这些公开的讲话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的司法 是给予尊重的 和中国外交系统那一种粗暴的 断交式的那种讲话有非常大的不同 加拿大这么一个国家 如此和平的国家 被中国欺负 也被美国欺负 美国也没有非常认真的 在这个事上面承担应有的责任 因为是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的 以美国和加拿大的在司法上的 如此密切的合作关系 加拿大当然不能拒绝 但是这个过程 加拿大有自己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它最紧要通过一个独立的司法的听证 才决定孟晚舟是不是被引动或者是释放 那中国 华为或者是中国政府 或者是孟晚舟 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家人 都只能去走加拿大的司法程序 来为自己争取这个权益 但是这个事情的恶果 造成中加关系的恶劣化 不但农民的出口受到影响 几个无辜的加拿大人 被中国政府打捕 甚至有一位被判刑的所谓的刑事犯罪 贩毒分子 后来把它升级成为重新审判 好像是判了死刑 中加的高层关系也出现了僵持 加拿大怎么办 加拿大虽然出现了一些华人的领袖 但是这些华人的领袖 有的是来自于香港 他们对中国大陆本身的了解和影响力非常有限 所以有的成为国会议员 有的还是当过加拿大的总督 像吴宾芝啊 有的他本身还有一些人权和民主的色彩 比如说当过亚太部长国会议员的陈国瑜啊 而新的国会议员 从中国大陆来的 本身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影响比较有限 属于比较草根的 像加拿大的新一代政治人物 所以现在加拿大没有办法 以前一个老总理叫马尔罗年 他是保守党的领袖 他希望现在的自由党的总理啊 小杜罗多啊 去请原来的一个老总理 当过三任总理 叫凯罗蒂安 凯罗蒂安啊 从小是有一点这个 得过一个麻痹症 他的脸啊有点是贪的 所以他听起来 那个外面的形状挺有点哇 那么这个 是一个他个人的生意的遗憾 很少人有子呢去羞辱他 但是曾经有一个女性的总理叫坎贝 他是这个UBC的 加拿大UBC那边的一个 他好像是保守党 然后他在政治的中间 曾经攻击过凯罗蒂安 但是坎贝是加拿大历史上 道索第二任期最短的总理 后来很快就下台了 还当过加拿大去洛杉矶的总理士 后来在哈佛大学还混了一段时间 是一个强势女性 但是这个强势女性 对凯罗蒂安总理的生理状况实际不应该嘲笑 凯罗蒂安是担任过三次加拿大的总理 1993年 还有一些是九几年 我忘了 反正是三届总理 他是自由党的 加拿大很有意思 加拿大是一个英语和法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的一个国家 但是法语的人当然是比较少很多 但是加拿大的历任的总理 至少是最近半个世纪 大半个世纪以来 以我的了解 基本上或者多数是出生在 奎贝克 出生在法语地区 凯罗蒂安也是一样 马尔罗尔也是一样 现在的小杜拉多也是一样 加拿大的政治现象以后再跟大家讲 而且加拿大的总理 从相对来讲 他的权力比美国总统要大 他的内阁成员不但是由他控制的 而且这个内阁成员基本上是议员 国会议员 也就是他同时也对国会有相当大的控制力 而且可以要求那些议员执行当地契立 也就是说执行总理的政治要求 所以加拿大的总理 虽然他还有总督 总到完全是个名誉的职位 所以他权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些总理过去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是比较友好的 六四大投赛以后 很多的中国领导人不能访问美国 美国也不欢迎他们来 但他们多数都是去了加拿大 比如像李鹏呢 比如像乔什呢 比如像朱英基呢 等等 就是政治局常委级的很多个初心 那么这个乔什访问多伦多的时候 我已经在好像已经在纽约了 但是当地的人希望我 说我可以见到这个乔什 可以跟乔什同志握手 找我去一个小新的餐位上 还真和乔什同志握了手 简单地聊了几句 那么加拿大如此对中共这个政权如此地友好 但是居然现在 中国政府如此地欺负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现在想办法 看能不能请老政客 老总理 科罗蒂安 能不能去中国 跟中国政府谈谈 能不能把两位加拿大无辜被以间谍为名抓起来的人 把他释放 好了 随时随地 想点就点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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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